根据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,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为78.7万人,为疫情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。 经济学家此前预期为87.5万人,这一数字比前一周经下修后的84.2万人减少了5.5万人。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的一个原因是,已经不能再领取正常福利的工人,转为申请大流行失业援助计划。 这是一个针对个体经营者、零工和其他未享受传统失业福利的人的单独项目。 除了整体失业数字大幅下降,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也出现大幅下降。 至少连续两周申领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102万人,至837万。 这一趋势将保险失业率拉低了0.7个百分点,至5.7%。 保险失业率是一种简单的衡量标准,衡量的是领取福利金的人数与总劳动人口的比例。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在3月21日开始飙升,原因是政府实施的封锁, 影响了各个经济领域的企业,尤其是酒吧、餐馆、酒店和航空公司等与人接触较多的服务业。 每周失业人数在3月底达到690万人的峰值,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失业人数仍然是个问题。 自今年5月份以来,美国经济已经重新获得了约1150万个职位, 而在封锁期间失去的职位中,约有一半还没有回归。 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仍在就新一轮纾困计划进行讨论, 只在帮助那些仍然受到影响的人。 然而,关键细节尚未得到解决,在选举日之前达成协议并不乐观。